拿出一張張與袁瑾的LINE對話記錄 H小姐在台北市議員徐巧新陪同下召開記者會 表示因為洗澡被偷拍到士林分局報案 承辦袁瑾卻希望加LINE方便聯絡 一開始H小姐還不宜有她 沒想到卻收到袁瑾在山上拍的漏鳥影片 讓她遭受二度傷害 這邊看到加了LINE以後 當事人說您好 我是這個當事人想要問 對方的手機會不會被沒收 然後呢這個人就說 我還想這狗是誰 就在談這個大頭貼 以為詐騙 然後開始寒暄 然後才回覆說手機畫面都截路後 他發緩 然後呢我們的當事人問說 他手機裡面的資料有刪除嗎 他說當然啦 然後呢我們的當事人也在問說 那會調查他的筆電或硬碟嗎 這個時候他又開始寒暄 開始問說你今天沒有課嗎 要好好休息啊等等的 然後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是我們的當事人都是很希望了解案情 可是在這個時候這名原警就已經開始利用對方想要了解案情的心態 開始跟他去做跟案情無關的聊天內容了 後續就他就開始傳網路上那種爆料公司的搞笑影片這樣 然後他就問說我可以傳個影片給你笑嗎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又要傳類似的搞笑影片給我 所以我說可以啊 然後他就回我你不可以告我到這邊我就覺得很奇怪 但我當下覺得他應該是在開玩笑 就是因為他知道我要告那個偷拍的男生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用這個當話題再開個玩笑 我就回覆他你是好人我只告壞人 意思就是我相信你是原警 那我要告的人是那個偷拍的人跟你沒有關聯 然後這段對話結束以後 他就傳了他的全裸影片給我 然後也有他的他露臉 然後告訴我他去山上遛鳥這樣 這個狀況就是呢 先傳了很多的搞笑影片 然後給了我們的當事人 趁他心裡沒有防備的時候 去傳自己的裸體的影片給當事人 其實是對他的二度傷害 因為他當時是因為被人家偷拍了 所以才去向警方報案的 沒想到原警去濫用他人的個資之外 跑去跟人家聊天以外 還做了這樣子 等於是散佈自己個人猥亵資料 那去給受害者二度的傷害 那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非常嚴重 而且不可取的 因為他取得我所有的個資 那當然包含地址 然後我的父母 我的居住地等等 所以他其實對我心裡造成很大的恐慌 就是我每天回家的時候 其實我很擔心他會不會因為我報案 然後報復等等等等這樣 對此士林分局蔡信夫分局長表示 代表士林分局對被害人深感抱歉 也已經將該名原警調職處分 並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 我們這位同仁散佈這尾稅物品案 本文級知道以後 我們在9月12號 我們分級就召開這個 性騷擾審議委員會 那會中也經過我們委員 認定性騷擾成立 那我們本文級在9月13號 就移送我們台北市政府社會級來採除 那有關刑事責任部分 我們分級就在9月15號 依這個刑法第235條 就是三波猥褻物品罪 寒送這個移送士林地檢署來偵辦 另外有關這個行政責任部分 我們9月20號 我們就已已寄過 變調我們本文級警備隊來管考 另外他受理本案 這個處置的成績上有不當的部分 我們也有給予申見 本案呢 這個也已經提出相關的告訴 那進到這個檢察官這裡的調查當中 那如果後續有起訴 然後有這個成立的話 那我會再要求我們士林這個分局 也要再針對這個部分 再將它送懲戒 有了法院最後的判決之後 那這個事情不能就放著讓它過去了 那我們在7月底的時候 其實有成立一個 那個信潮服務的諮詢專線 那這邊會有專業的社工 可以提供法律諮詢 還有相關的心理諮商 那所以我們會再跟這個受害者 再聯繫看需不需要相關的服務 由我們社會局這邊做轉介 那另外有關加害人的部分 那現在警局已經移送他調查的結果到社會局 那目前我們在依法規上 30天看看加害人他有沒有 或是雙方來做再申訴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依信潮防治法做裁罰 裁罰的第一次是1到5萬 那因為它是因為職務之變 那依裁罰基準是可以加重1 2分的裁罰 事議員許曉欣表示很感動H小姐願意站出來 讓性騷事件受到重視 讓加害人受到應有的懲罰 檢調單位也應該盡快調查 還給受害人一個公道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請問他 這邊請問4號 請問1號 請問3號 請問4號 請問4號 請問3號 谢谢大家